體型巨大活跳跳的曼波魚 被捕撈上岸 這是宜蘭海產一條街 最愛的古早味 放入新鮮曼波魚大火快炒 這是由55年歷史海產老店的特色料理 深受老饕們喜愛 但去年受到南方澳斷橋影響 今年又碰上疫情 海產店的生意少了六成 兩個月來海產一條街 已經收了四家店 遊覽車裡遊客幾乎都將近沒有了 對 那遊客就變成都 人數變得超少 業者想辦法求生 推出外送料理和冷藏料理包 希望增加一些收入 而另一間業者同樣受到衝擊 用餐時間只有一桌客人 一個月至少我們要虧十幾萬 目前有三家收起來了 看不下去 對 然後再來下個月 還有一間大街要收起來 鐵門拉下一半不再接客人 老闆不堪虧損 決定協業 不堪虧損 不堪虧損 所以現在做什麼 怕什麼 先停下來 因為我發現 現在我們兩個人 蓋這裡 我在輸口 現在要做什麼 看看過去海產一條街外 遊覽車一台接一台 馬路上擠滿遊客 但現在幾乎只剩當地人 遊客熙熙落落 面對疫情衝擊 不少海產店選擇關門協業 但還是由老招牌店家 思考轉型求生存 就是希望將這在地的老味道 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林生林郡一旦報導 記者林鄭